Dess为什么能在娱乐圈一直红?只因她把这一点坚持了26年,真让人佩服。 汪小飞和Dess是在2010年安逸宣的生日夜上认识的两人一见钟情。 相恋20天就决定互定终生。当时Dess和汪小飞的闪电订婚震惊了整个娱乐圈。 Dess转发两人的订婚微博并表示二人是一见钟情,并在第四次见面时订婚。 最近Dess和老公汪小飞合体参加了一档曼宗夜,两人在里面的相处状态引发网友的热烈讨论。 Dess对老公撒娇,有人看出了甜蜜,有人却觉得太做。 汪小飞对老婆的态度有人觉得是爱的怕怕,也有人觉得这是不爱Dess的表现。 抛开他们的相处知道,小巴一直觉得Dess真的是一个很神奇的存在。 �ul ESG 组合出到26年过去了,她一直维持着热度。 无论她做什么总能引起大家的关注和议论 并且口碑还一直都不错 这在台湾女艺人中真的很厉害的存在了 而小巴觉得她之所以能做到这种程度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她能多年保持绝佳的气质 在这一次的真人秀中小巴发现她坐在餐桌边看书时 哪怕当时身体十分虚弱 她的坐姿还是非常端庄优雅 其实从她小时候开始气质就十分出众 当初小S就爆料 说单从13-14岁开始就有一些年龄相对大一点的人追她 而且她吃东西从来不会发出任何声音 同样她也不允许小S发出任何声音 因为这样非常不淑女 这件事对小S造成的阴影还不小啊 蔡康永还是节目中提出过这样一个疑问 为什么小S在康熙来了 终是绝对的女王一到大S身边就成了丫鬟 小巴看了看两姐妹站在一起的照片 觉得蔡康永说的还真对 而且出道这么多年 她一直都保持着自己的气质和优雅 早年她走红毯还经常会登上依着排行的前三名 当女明星盛行其以鹿肉薄出位的风气时 她走红毯时便不再受到太多关注 而她做出的最大努力也只是从露锁骨到露一点 视野现气质女王的人设从未崩摊 仔细想一想 这些年好像还真是很少看到Dice的性感照 在娱乐圈Dice能做到如此保守 也算是一股清流了 哪怕是生完孩子付出 她也会一如既往的保持自己的姨态 不会有一丝倦怠 出席活动时姨态还是很舒展 参加综艺是虽然嘴上开着轻松的玩笑 但她的整个人是没有松懈的 其实对于她这种一直端着的状态 有人提出过质疑 觉得她不够真实 她自己也曾回应说 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 只要有机器在拍 她整个人就会立马变得不一样 其实在小八看来 这也没什么不好 有的女明星在公众面前抠脚皮 或者是翻白眼 你会觉得这是耿直和真实 那单时时刻刻在镜头前 给公众展现自己美好的一面 也是敬业的表现呢 毕竟装衣是容易 装仪式可就难了